带我们来到这里的是 水文地质工程师刘新泽 他曾经对黄龙自然保护区 进行过长期的水循环研究 对这里非常熟悉 黄龙国区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 大概是有七公里左右 发育着大量的黄色的 还有浅黄色的这种彩石群 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摊地 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 这三点五公里 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 里面那个彩石 我们从形态两看 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 所以这个形态就比较完整 黄龙就由此得名 在刘新泽看来 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海拔3900米的这一片盖滑池 这个地方是景区 最上面的一个大型彩石群 叫做五彩石 五彩石 对 因为在早几些年 它会呈现出 大概是五到六种颜色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石 现在的话颜色 现在的颜色的话 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可以可以可以 从最底部开始 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对 再往上的话 慢慢地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对 两种 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有一点赫黄色的 对 还有一个浅绿色的四种 上面的话第二代 接近有一点灰色 现在是有五种 黄龙高的五彩石 在不同季节 不同天气 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 少则四五种 多则六七种 因为彩石像梯田一样 由高往低 所以流水由上而下 杂质逐气沉点 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 又因为每一帮池水里的沉积物 有所差别 生有鹤藻 蓝藻 龟藻等 不同藻类 通过阳光的散射 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 又是另一番景致 流水经过上游采齿的层层沉淀 到黄龙高中段 已经非常纯净 高高的黄色编石坝 围起汪汪壁水 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 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 而换一个角度 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 背景近处是森林 远处是高山 还趁着白云蓝天 不知道大自然 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 才能有这神来之笔 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采齿的话 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 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 它就像是一层层的踢田一样 对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 我们细看的话 细看的话 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 它是碳酸钙 碳酸钙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 在水壶里所建的那种水垢 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就是边缘的 对 就是这道坎 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 我们的术语叫做边石坝 弯弯曲曲的边石坝 把水围隆其中 而形成这些边石坝的 恰恰就是水本身 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 冰雪溶水和地表水 会首先渗入石坝岩层 并在流动过程中 溶解石坝岩中 大量的碳酸钙 然后在它通过断层 流出地表的时候 水温和压力降低 溶解于水的碳酸钙 又结晶吸出 这便是钙滑 钙滑日积月累 逐渐形成钙滑滩和钙滑池 那在这片钙滑滩上 为什么有的是 已经形成的钙滑池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 却还是这样 非常平整的碳面呢 我们看这个钙滑滩呢 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它是一级一级的 每一条每一条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 类似于田梗那样 这种田梗呢 它会不断地生长 它生长那个速率呢 它是有快有慢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它沉积的话 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 比如说目前来看 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滩滩上 比如说某一个笼上 类似是加上了一些别的东西 类似于树枝啊 或者其他的阻拦物质类的 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 那它这个笼就会加高 或者自身它水流条件改变 它也会促成在这线下 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 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 水体变薄 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 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 更容易发生碳酸改沉积 形成编石坝的雏形 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 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 编石坝越长越高 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编石坝 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 一定高度以后 好 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 它就会不断地生长 不断地生长 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 它的成绩能力变差 那它这个编石坝 它就不再增长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从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个盖滑滩 过渡到我们右手边 看到的这些盖滑池 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对 一个过程 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 经过日积月累 长久的演变 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对 对 对 虽然编石坝 每年增长的速度 只有两毫米左右 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 最高可以长到两米 那刘工您看啊 这边的彩池 每一个大小 甚至是形状 都各不相同 对 对 对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的话 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 就是树木了 下面有林区的部分 你看吧 它这个彩池坝 它就呈现这种弯弯曲曲 很不规则的这种 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 它那个盖滑成绩稍微要快一些 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 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 这种堤坝 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 就是这个原因 盖滑里的植物 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 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 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 黄龙沟底的水流也时常改道 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 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 刘兴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 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盖滑池 我们现在所站的一个位置 是因为河流改道 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 钙滑池的一个遗迹呢 可以认为它是遗迹 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 所以要是水回来了以后 它立马就可以复活 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 我们现在看的话 虽然是有点黑呢 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所以失去水之后 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对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手还是比较坚硬的 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 可能还需要几年 风化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 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 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 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近距离的观察便是吧 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 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 钙滑池干涸变黑之后 就会逐渐风化 坍塌 长满野草 灌丛 最后生出树木 变成丛林 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 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 变成美丽的彩石 此消彼长 周而复时 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 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 钙滑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 水流纯净 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 我们离开黄龙沟 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延培 往山上行进 邓真延培家就在黄龙自然保护区 所在的松攀县 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都非常熟悉 它为人热情 喜欢拍照 大家都习惯叫它邓真 邓真老师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海拔是多少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 这个地方叫 我们这个地方是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 最佳的观赏点 上面是那个是明山的主峰 雪宝顶是海拔 雪宝顶 海拔5588米 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是 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 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 最高的峰 也是明山的主峰 现在云层渐渐地散开了 那么在一年设计当中 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 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对对对 弥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所拥着 从雪宝顶到黄冬沟底 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 高海拔落差让黄冬自然保护区植物类型非常丰富 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远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 为众多珍稀宾微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 刚出发不久 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智唇 智唇是中国特有的鸟类 喜欢在3500米到4000米之间的真火混浇林和杜鹃贯丛中活动 我们现在跟随着这几只智唇 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 就在那边那个位置 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对对对 这个是孩子 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 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这样刮 对对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 我就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对对对 因为看一下他们觅食的环境 这种树枝跟他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对对对 智唇周身都是暗色调 但也有很显慕的特征 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 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馅 让双眼看起来晶晶有神 别看智唇眼神西里 其实性情温和 而且很有家庭关联 平时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 其乐融融 几只小智唇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 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 成年智唇是黄褐色 颜色比较浅 幼年智唇羽毛颜色更深 颈红黑色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稿放哨的呢 对 它是本来是站稿放哨的 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 然后它已经在树里毛 它在树里毛就解除了警报 那么您判断这一只 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 然后是 这种雄性的 对 这种雄性的 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只能判断一下 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 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站在树梢上 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 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 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 也在树里羽毛呢 就在树根下面 它们也喜欢杀鱼 就是那个它会在树根上面 没有这个植被的地方 那个土里面会去杀鱼 像洗澡一样的 就是刨身上的寄生虫那些洗掉 然后就是它是比较干净的土 土里面就像灰尘一样的 自我的一个清洁 清洁 这一片树林林间长满杜鹃光丛 杜鹃花北当地区民教授 有羊角花 所以它们把喜欢生活在 杜鹃灌丛中的制纯叫羊角鸡 而这羊角鸡 也的确与家鸡有些相似 天一蒙蒙亮就开始打鸣 先是一两只 紧接着就是群鸟齐鸣 每当大雾或雨雪即将来临 制纯的叫声更加频繁 因此当地居民常常用它 来预测天气 有羊角鸡叫不音则雨的说法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家庭当中 它今年繁殖了有四只 对对四只四只 然后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种群 它对面那个地方也有个种群 但是那个种群数量要大一点 这一面的种群数量 在七只八只 每年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在活动 然后是它也是宾威的 保护级别是一级 一级的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 就保护得比较好 大概是四个种群 就在这个我们的核心区里面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 除了四川地区 制纯在西藏 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 虽例如边微五种名鹿 但属于无微级别 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 走在黄农自然保护区 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 优良的生态环境 和多样的植物类型 让黄农保护区 成为鸟类从高原 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 鸟类资源非常丰富 邓真言培是一位鸟类爱好者 用自己的相机 记录了保护区的110种鸟类 而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对黄农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中 确认保护区 栖息有各种鸟类183种